平米女孩第一次见公婆 一辆豪车竟然停在了她家门口 新婚丈夫这才害羞地说出实话 原来她竟是离家出走的豪门少爷 母女俩哈哈大笑 你一个小小打工人还挺爱开玩笑 话音刚落 一头白发的老管家打开车门 看着身边泰然自若的健太 女孩心里发慌脑袋发懵 这是什么离谱的玛丽苏情节 跟离谱的还在后面 刚刚走过的桥叫深山家的桥 远处的那座山叫深山家的山 她的丈夫就是深山家的二少爷 然而还没等她和上惊讶张大的嘴 就感受到了豪门的浓浓恶意 一位优雅贵妇面带不忍地从博物中走来 佐渡紧张又期待地向婆婆问好 精心准备的牛杂撒了满地 高耸的大门也将她牢牢挡在豪门之外 拱拱嚣张的声音从头顶传来 深山家绝不允许和剑林扯上关系 如果你还有自知之明 就不要再妄想麻去变凤凰 左都倔强的一点点捧起脏调的牛杂 从天堂跌落地狱也不过如此 可如果仅仅是这样就想抢走她的爱人 未免也太小瞧她了 而深山一家此时正无事发生一般 平静而优雅地享受着午餐 任凭剑太如何抗议 老爷就只有一句话 我绝不允许米店无深山家尊贵的血脉 没错 无论是为命是从的大哥 还是玩世不公的三弟 甚至时还在上学的小妹 深山家的每个孩子 都必须为了家族利益 和老爷挑选的对象结婚 他的话就是家中圣旨 而坚太就是这个家族的异类 眼见自己看中的继承人 又闹着要离家出走 老家伙脑瓜一转 倒不如利用那女孩当个诱饵 先把二儿子骗回家乖乖听话 深山家的儿媳可不是那么好当的 到时候就让她知道 知道什么是人间炼狱 然而 她以为对付的是温柔软弱的灰姑娘 却没想到请回家的是 个轮大锤的火眼网 平米女孩嫁入豪门第一天 就被婆婆的豪狠惊呆了 她前脚刚踏进深山家的豪宅 婆婆后脚就送来了 各式的衣服鞋包 成堆的钻石珠宝 并且温柔款款地嘱咐她随意取用 成熟的贵服装 性感的度假装 巴比娃娃的衣服都没她齐全 婆婆随手挑出一条项链 就是价值千万的顶级珠宝 吓得没见过世面的佐都拿都拿不稳 看完了衣帽间 又轮到了车库 婆婆细心地询问她平时都开什么车 佐都诚实回答 她最爱骑二八大杠 这下轮到不时人间烟火的婆婆蒙圈了 是哪里的车啊 意大利吗 然后就带着佐都挨个试车 一顿嗡嗡把她震得直无耳朵 最后婆婆还要抱歉地说一句 目前只准备了这些 下次就帮她准备二八大杠 这倒也不必 接下来就该学习如何做好豪门儿媳了 首先 每天都要将供奉利带家主的祠堂打扫三遍 早上一遍 中午一遍 晚上再一遍 这还不算完 亲自服侍家人的饮食 才是儿媳最重要的工作 茶杯位置要摆得一丝不差 还不能发出钉点声响 稍有不慎 公公就会投来挑剔的目光 一天下来 佐都感觉比在家里做牛杂还累 小情侣一个在家里累得腰酸背痛 一个在公司忙得晕头转向 刚想亲热亲热 门外又突然传来一声一响 打开门一看 竟然是胖管家在听墙角 这家伙还阵阵有词 少爷的子嗣关系着整个深山家的未来 还请两位多多谅解 你再这么听下去才是子嗣看优儿管家大人 转眼就到了佐都首次亮相的时刻 不过这一家都市什么奇奇怪怪啊 大人亜紀人才 何故この家を継ぐ人だよ それだけ? 片つむに 妹の有沙 大学生なんだって 可愛いね 知ってるよく言われる 大助さんは美容クリニックのオーナーをしてるの 今度おいでよ その鼻治してあげる おい どういう意义 どういう意义 もー 当然最奇葩的当属公公 毫无预兆的当场宣布 剑太将取代大哥 成为新一任的继承人 你这不是搞事吗 三弟和小妹一脸的看好戏 恨不得他们当场撕起来 大哥大嫂则是着急又生气 宴会结束 刚刚还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转头就开始大打出手 大嫂嘲讽二嫂是个爆发户 二嫂嘲笑大嫂是个假名媛 小妹说他们都是半斤八两的老太婆 整个家乱成一锅粥 佐都惊呆了 这就是豪门贵族吗 真是高尚又优雅 就是他感觉有点格格不入 而佐都作为下一任女主人 第一场试炼也终于到来 那就是帮出院的奶奶举办康复派对 宾客的名字全都要滚瓜烂熟 派对也容不得半点闪失 然而被抢了女主人位子的大嫂 正虎视眈眈的等着给佐都下半子呢 女孩建议勇为救其落水儿童 反倒被人一顿训斥 就因为她没有准时出现在大门口迎接出院回家的老夫人 在这个财阀家中 老夫人就是地位最高的女王 佐都浑身是零零的上前问好 却只得到一句 周围人都忍不住鄙视地笑出了声 然而 等老夫人转过身 却偷偷露出满意的微笑 看来家里来了个有趣的孩子呢 这一幕正巧被大嫂瞧见 再这样下去 她想抢回继承权 岂不是难上加难 必须给佐都点苦头尝尝 她假装关心 把人骗进了汉征房 锁上门就立马变脸 接着就将一罐柠檬水兜头淋下 恶狠狠地将佐都推进汉征房 从外面牢牢锁死 而就在这时 佐都的电话响了起来 她的妈妈竟然在家中晕倒了 听到这话 恶独的大嫂丝毫没有改变主意 反倒更加兴奋 告诉完佐都这个恶号 就蹦蹦跳跳地走出门 刘佐都一人在桑拿房里干着急 佐都拿起铁棍使劲敲 结果铁棍竟然不争气地断了 她索性抡起大锤 一锤又一锤 她真是受够了这个畸形的豪门之家 随着最后一锤落下 佐都也决定要将这个家 彻底搅个翻天覆地 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 正是想逼走她的公公 贫穷女孩风风光光地嫁进豪门 其妈却因为过度劳累 而晕倒在自家的小吃店里 得知母亲如今一个人孤苦伶仃地躺在医院 佐都心急如焚地跑去恳求当家人奶奶 希望能允许她去医院看望 本以为这样的请求是理所当然 没想到却遭到了婆家人的一致反对 小妹一脸漫不经心地劝她 你可以明天再去啊 你妈又不是马上要死了 奶奶更是冷漠地让她认清身份 作为深山家的媳妇 就该是是以夫家为重 怎么能因为娘家的些许小事 就无理地丢下客人 剑佐都还是不死心 她直接扔出一句 如果你做不到 就立马和剑太离婚 深爱着丈夫的佐都怎么舍得离婚 她最后还是选择了屈服 留下来恭恭敬敬地服侍客人 还要忍受着恶毒大嫂的幸灾恶祸 等到丈夫剑太下班回家 就见到妻子独自一人伺候一家老小 姑姑们还围着她煽风点火地告状 剑太听爸却只觉得不可理喻 她气愤地夺过妻子手中的托盘 质问奶奶 一番话把众人堵得哑口无言 看着狂奔而去的佐都 二嫂也不由露出羡慕的神情 可见太这样的护妻行为 反而让婆家对佐都更加不满 豪门媳妇的地狱生活也就此拉开帷幕 等她照顾完亲妈再次回到豪宅 就见桌子上摆着密密麻麻的课程表 奶奶美其名曰 这都是为了培养她成为合格的贵族少奶奶 一天下来把佐都折磨得苦不堪言 而另一边 深山老爷特意安排白富美小泉来当剑太的贴身秘书 两人还有着更深一层的关系 小泉曾经可是剑太的未婚妻 两人相恋多年 但因为小泉在婚前和另一个男人私奔到国外 婚事才不了了之 如今小泉再次单身回国 又得到深山老爷的授意 夺回少奶奶为自她志在必得 而恶毒的大嫂在得知这个消息后 猙獰一笑 不如她也利用小泉的出现掺回一脚 趁机夺回继承人之位 深山家的规矩就是继承人得到所有财产 其他手足一毛不拿 她可不想以后还要看佐都这种平民的脸色过日子 这对小夫妻能否在野兽环似的城堡里 继续恩爱地走下去 豪门妻子的生活有多憋屈 每个周四都是丈夫去情人家的日子 而她身为妻子必须恭敬地站在大门口 低眉顺眼地为丈夫带上她和林女士的定情信物 无论她心里怎么想 脸上永远要挂着得体的微笑目送丈夫远去 不仅如此 面对不时上门挑衅的林女士 她不仅不能破口大骂 还要公身向对方致谢 感谢她对自己丈夫的照顾 而这些都是上流社会对妻子的要求 就连她的儿女都认为这是理所应当 这样的日子她忍了二十多年 可一个平民儿媳的到来 却彻底打破了这个家的平衡 周四的一天下午 左都刚做好鸡蛋面包丁 就见婆婆满脸欣喜地跑进厨房 原来是本该去找林女士的老爷 竟然破天荒地回了家 婆婆贴心地为老爷准备最爱喝的浓汤 可她越费心照顾 左都就越替她抱不平 刚想开口劝上两句 又见婆婆疯疯活活地带上一众仆人 跑去大门口供应老爷回家 就在这时候厨却出了乱子 老爷没碗必吃的吐司竟然不翼而飞 左都这才意识到自己闯了祸 他把仅剩的吐司给做成了面包丁 这一刻婆婆感觉天都塌了 老爷可是最注重细节的一个人 上菜的时候他害怕得双手直抖 果然 下一秒老爷就不满地瞥向他 直接将精心制作的浓汤倒在地上 无视他的道歉 拿起衣服就直奔林女士家 走前还无情地扔下一句 小林比你机灵多了 你给我学着点 这话连左都都听不下去 他伸手拦下老爷 细数婆婆这些年为深山家的付出 请求他不要去找林女士 老爷不屑一笑 都不用他自己出手 左都就遭到了全家人的嘲讽 而婆婆只能憋屈地点头称是 左都的世界观崩塌了 难道他丈夫也是这样想的吗 然而还没等他问出口 丈夫便豪爽地递上一张传说中的黑卡 让他准备下周庆祝会的礼服 左都跟在嫂子的屁股后面 终于感受了一把财宝包场的炫富行为 名牌包包名贵珠宝全都任他挑选 左都晕乎乎地抱着18万的裙子走在街上 他竟然真的买了一条18万的裙子 然而还没等他回过神来 灵女士就气势汹汹地迎面而来 直接将粘稠的果汁整平淋在他头上 报复左都昨天挑拨的一件之仇 左都愣在当场 真的是他错了吗 而灵女士也越来越嚣张 就在庆祝会当天 他竟然大摇大摆地前来赴宴 见自己的花篮被摆在了最后面 就开始对婆婆挑三拣四 为了全家的面子 婆婆只好忍气吞声地当没听到 这一次左都终于不忍了 他黑羞一声 端麒麟女士的花篮就摆在了宴会最中央 接着她就大声戳破灵女士的尴尬身份 以女主人的身份直接对她下达了逐客令 臭事被公知于众 灵女士再没了嚣张气眼 笑得落荒而逃 出了这口恶气 就连忍气吞声的婆婆都暗爽不已 然而左都还是高兴得太早了 就在宴会的最高潮 现态的前卫婚妻小全 竟然穿着和她一模一样的礼服出现在宴会上 刚已出场她非凡的气质就吸引了所有目光 瞬间把左都比进了尘埃里 不过小全的段数明显更高 忠目睽睽之下 她不卑不亢的率先向左都居了一躬 说是自己考虑不周 才做出这种无理的事情 不顾老爷的挽留礼貌离场 瞬间赢得了所有宾客的好感 就连挑剔的奶奶都称赞她进退有度 看着追着离场的丈夫 在听着大嫂细数两人之前的浪漫往事 左都的内心愈加不安 这时候老爷还来煽风点火 笑呵呵地劝左都不用担心 让小全陪在见太身边 你也能轻松些啊 她这才意识到是老爷在背后支持着小全 当然这其中也少不了大嫂的推波助澜 鬼姑娘嫁进豪门好几个月 确实终不敢跟老公圆房 每天晚上都有仆人在卧室门口指手 还美其名约听抢脚是豪门的船头 可她知道这都是公共在刁难她 认为她的平民身份不配做深山家的儿媳 这天原本是她的生日 左都却被小妹叫到了脏乱的游艇上 小妹一脸无辜地拜托她打扫干净 自己却拍拍屁股回家补教 这是把她当保姆了 她越打扫越气 好在三弟妹碰巧路过 一边大笑一边叫来了仆人 好心地将她从游艇上解救了出来 她天真的以为 这下终于能安安静静过生日了 结果下一秒三弟妹就将她拉上了贼船 非要左都陪她去抓鬼混的老三 在左都心里婚姻就该保证对彼此的忠诚 她不顾老三的哀求一把掀开帘子 政治中 三弟妹一把将女人推倒在地 而老三也似乎受够了这样的婚姻生活 两人越闹越大 甚至连老爷都惊动了 如今两家正处在重要的合作阶段 为了平息三儿媳的怒火 老爷收回了老三的医院 老三则把这些账都算在了左都头上 公公更是警告她 在有一次危害家族利益的事 就直接把她赶出家门 而此次的风波却远远没有平息 女人把几十万的名牌包全都扔进臭水沟 只未听个响而每扔一个包 她还要恶狠狠地喊出一个名字 就在她扔得正爽时 抽水沟里突然传来一声痛呼 原来是平民出身的二嫂正站在河里捞包 一脸肉疼地说这简直是浪费 要出气她有更好的办法 她能有什么好办法 女人一口雾水地跟着二嫂回到家 听话地将丈夫送的奢侈品全都搬了出来 整整堆了一客厅 原来这些名牌包 全是她老公在外面偷吃时 买来敷衍她的 一个包就代表一个女孩 结婚没多长时间 包倒是攒了不少 从小紧抑郁时的绿子没想到还有这种操作 一脸新奇地看着左都砍价 报价单拿到手里一看 这些东西竟然卖了三千多万 没见过世面的左都惊呆了 她建议绿子用这笔钱去做真正想做的事 不要再这么憋屈地活着 可绿子却说 她想将这笔钱还给丈夫 原来绿子也是豪门家的千金 两家决定联姻时 她就对丈夫一见钟情 刚结婚时 丈夫也一直在努力经营这段婚姻 那时她还天真的以为自己是个幸运的女人 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丈夫每次看到她 眼前都会浮现出父亲威严的脸 被家族操控的感觉也会更加强烈 她默弱地不敢和父亲对抗 于是便开始用这种幼稚的行为 来宣泄自己的不满 到头来 只剩下绿子那可悲的一厢情愿 和满屋子冰冷的奢侈品 看着空荡荡的豪宅 这一次绿子终于决定放手 不需要和谁商量 她当众宣布了离婚的决定 果不其然遭到了两个家族的言辞拒绝 个人的幸福怎么能和家族利益相提并问 绿子的勇敢让老三无地自容 她第一次为自己的懦弱鞠躬道歉 夫妻俩第一次并肩作战 即便失去所有财产也要摆脱家族的控制 就在局面陷入僵局时 佐渡忍不住出面为两人求情 就连剑太多出言力挺 把两家老爷兜气得冒烟 我们已经不需要事实经过你允许了 今天的话就是我们的独立宣言 两人并肩走出牢笼重获自由 可因为这场风波 佐渡夫妻俩却双双陷入危机 剑太的重点项目直接被移交给老大负责 大嫂哪能放过这种好机会 而佐渡就更惨了 老爷直接下了最后通牒 他是岛国最神秘的顶级富婆 最大的爱好就是收集小鲜肉 只要是他瞧中的年轻男孩 从没有一个能逃出魔爪 奇怪的是 无论小鲜肉开始时如何不情愿 最后都会死心塌地陪在他身边 而佐渡这次的任务 就是说服蜘蛛夫人跟他们达成合作 如果失败了 他就会被公公扫地出门 拖了无数关系 佐渡夫妻俩终于敲开公团的大门 两人立马被眼前鲜肉遍地的景象震惊了 而60岁的蜘蛛夫人 此时正被成群的小鲜肉簇拥着 还没等佐渡开口说明来意 恶毒的大嫂突然出现 为了抢先签约 他主动将帅气的老三献了出去 蜘蛛夫人挑起男人销瘦的下巴 眼中的满意知情见浓 原来蜘蛛夫人早就瞧中了老三 而老三如今被赶出家门 身无分文还欠下一大笔赔偿金 只能和大嫂达成交易 来哄蜘蛛夫人开心 美色的力量果然强大 双方皆大欢喜地达成合作 只可怜了老三 在一群男人中可怜巴巴 时刻担心自己会失身 佐渡夫妻俩得知老三被卖了 怒不可遏地冲进去要人 却没想到仅仅只过了一天的时间 老三的态度就来了个180度大转弯 不仅对蜘蛛夫人言听计从 还死活赖在这儿不肯回家 佐渡还没搞懂这是怎么个情况 蜘蛛夫人上来就给她一个捏脸啵啵 而此时 健太还焦急地等在门外 她终于见到了被卖给富婆的三弟 却没想到老三死活不肯跟她回家 飞扬赖在这陪着60岁的蜘蛛夫人 原来这一切都是误会 蜘蛛夫人根本不是外界所传的好美色 她从被人瞧不起的陪酒女 一步步打造出自己的商业帝国 而在她身边围绕的那些小鲜肉 全是她资助的没钱却才华横溢的年轻人 蜘蛛夫人看着佐渡 就像是看到从前在上流社会格格不入的自己 越看越觉得可爱 这一刻她决定帮佐渡一个小毛 这天大嫂正对着佐渡耀武扬威 忍了这么久终于能赶走这个平民 夺回女主人的位置 真是太爽了 然而很快 老爷就宣布了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他们公司的新项目 即将由奥运场馆的设计师亲自负责 还没等大嫂撬起尾巴 老爷却说 这次的项目由建太亲自负责 原来这是蜘蛛夫人专门为小夫妻争取的机会 这下佐渡终于能留在山山家 小夫妻相拥而弃 可还没高兴两分钟 婆婆却被一份文件下的失魂落魄 她急不走向佐渡 焦急地询问她是否擅自答应了小妹的相亲 佐渡这才想起来 她最近忙昏了头 忘了把这场相亲推掉 本以为不是什么大事 然而下一秒 小妹就气得将蛋糕糊在她头上 就连婆婆都急得直掉眼泪 佐渡这才知道 贵族间的相亲根本不像她想的那样简单 附加千金在豪宅凭空消失 监控却没有丝毫一场 就在全家人提心吊胆时 二哥突然收到她偷偷发来的地址 打开门一看 小妹竟然住到了陌生男人的出租房 再一戏问才知道 两人已经偷偷交往了一年多 男人本是园丁专业的毕业生 小妹在朋友家做客时 偶然看到她在太阳下工作的认真模样 事实未深的她就这样心动了 为了逃避家族联姻的命运 她甘愿放弃优渥的生活 和男友一起打拼 创造他们自己的造园公司 看着这对甜蜜的小情侣 二哥当即表示会帮助他们躲避父亲的追踪 直到父亲放弃这次联姻 连续一个月都找不到小妹的踪影 老爷为了家族生育 也只能遗憾拒绝联姻 为了已决后患 小妹决定在回家前先和男友结婚 可就在她欢天喜地地准备婚事时 大嫂夫妻竟然找到了家里 储租屋里安静地十分诡异 而男友此时正羞愧地看着桌上的现金 还没等小妹出口感人 大哥又掏出一张200万的支票 让男友自己选择 如果和小妹分手 深山家将会资助她创建自己的造园公司 如果继续和小妹在一起 那么她永远别想再翻身 面对小妹的苦苦哀求 男友狠心挥落她的双手 这意思再明显不过 小妹心如死灰地和大嫂回家 大嫂告诉她 上流社会的女性注定要忍受这些 不过也正是因为这样 高高在上的她们 才能成为其他女人的憧憬对象 必须幸せになれる 第二天 小妹便开始了相亲 没想到照片上没亲目秀的少爷 显示中竟然是这幅模样 大嫂差点没憋住笑 胖少爷见到漂亮的小妹眼睛直冒绿光 而父亲听到对方的关系网 也立马来了精神 只要对深山家有利 压根不需要考虑小妹的意愿 当即同意了这门婚事 无论二哥夫妻俩如何恳求 两个家族都不愿放弃这门婚事 而小妹也似乎认了命 即便对胖少爷十分嫌弃 面对心疼她的二哥还要抢颜欢笑 就在所有人无计可施时 一向顺从的母亲将佐都叫进房里 她哀伤地抚摸着孩子们的照片 这一刻 她决定和佐都联手 一起阻止这门婚事 平民女孩驾进豪门 第一次主持重要茶会 亲妈竟然穿着便服出席 一猜就是贵族大嫂想让她当众出丑 果然亲妈刚一出现就成为全场交点 茶会开始 恶毒大嫂竟将人安排到主兵位置 佐都抬头一看 亲妈怎么坐这儿了 主兵可是要代表全体兵客致辞的 可是到如今 她也只好硬着头皮往下进行 第一步就是主兵发言 眼看亲妈不知所措 佐都赶紧用口形示意她掏出扇子 亲妈却会错了意 直接将扇子挡在嘴边 红笑声四起 原来掏出扇子是为了放在两膝之前 之后亲妈又惹出不少笑话 直被扫得抬不起头 终于挺到了最后的点茶环节 佐都一气喝成将茶碗端到亲妈面前 所有人都在等着看笑话 没想到 这一次亲妈的礼仪却十分到位 就连恶毒大嫂都挑不出半分毛病 临近客人忍不住出声询问 亲妈的回答却质朴又直出人心 原来她在经营牛仔小店时 不论是饭菜还是酒水 都会朝客人一目了然的方向展示 这一次她也想让大家欣赏到茶碗的美丽花纹 正是这份珍惜 她赢得了在场所有人的掌声 母女俩扳回一局 大嫂真是憋本的不行 没想到下一秒 自己的老底又被扒了出来 做客的老妇人直接指出 大嫂原来只是贵族家的养女 不仅亲妈卑鄙地逼走了原配夫人 情生父亲还烂毒 大嫂瞬间成为茶会的焦点 老爷震怒 他竟然一直被瞒在鼓里 让身份如此卑微的女人进了家门 却没想到 一向懦弱的大哥竟然站出来维护妻子 原来 大哥在相亲时就对大嫂一见钟情 所以才将调查报告掉了包 大哥夫妻俩的处境岌岌可危 却没想到 小妹竟然和之前嫌弃的胖少爷 谈起了甜甜的恋爱 婚約しちゃった 婚約 财阀家两个儿媳都想率先生下长孙 结果还是平民弟妹杰族先登 却不知她的地狱生活也就此开始 丈夫刚想贴贴肚子 月小团就立即出现 怎么能给孕妇造成额外负担 是在想整就整到我的腿上吧 打电话不行 随便外出也不行 左渡只感觉自己像只被圈养的小猪 而她怀孕的消息 很快便被白富美小泉得知 小泉急得立马加快了攻略进度 这天一早醒来 左渡就发现小泉竟然出现在她家 不仅像女主人一般准备早餐 还一脸得意地对她说 之前谢谢你替我照顾贱太 以后你就不用操心了 就连公公都默许了她这种行为 只把左渡气地动了胎气 可就在她洋洋得意时 贱太的言辞拒绝再次浇了她一盆冷水 大嫂在一旁看得津津有味 赶紧向失魂落魄的小泉伸出联盟之手 这可是个大杀器 没想到小泉竟是个彻头彻尾的风批 这可比恶毒大嫂吓人多了 小泉果然不是一般的风批美人 没过几天 贱太便收到了温泉开发许可被取消的消息 紧接着小泉便打来电话 表明她爸爸要立即和贱太见面 不然就别想继续温泉项目 贱太只好立即赶往约定地点 没想到小泉的议员爸爸比她还无法沟通 竟然直接开出条件 只要你愿意做我的女婿 拨款办证通通没问题 说着父女俩便露出胜券在握的微笑 却没想到贱太再一次摇头拒绝 对她来说 事业根本无法和左渡相提并论 左渡这边也同样陷入危机 拱拱直接命令她离开贱太 不要阻挠她的大好前程 还把左渡贬得一文不值 而这一切恰巧被左渡妈妈听个正着 她没想到女儿竟一直过着这样的日子 所以当贱太终于赶到时 几年未见的前女友穿着一身婚纱找上门 非说怀了她的孩子 四缠烂打就要和她结婚 哪怕男人满口拒绝说自己不爱她 她却像中了鞋一样只顾自说自话 剑太被吓得连忙跑回家 这才知道 小泉竟然也找过了女友左渡 不仅理直气壮地要求左渡和她分手 就连天价分手费都准备好了 好在左渡不是个软柿子 我是不会分手的 瞧不起谁呢 小泉眼见富和无望 气得都忘了维持富家女风度 回到家 就连她的一元爸爸都劝她放弃 没想到小泉反而越挫越勇 第二天小泉竟然跑到了剑太的公司楼顶 大喊着如果剑太不和她结婚 她就跳下去 剑太哪还敢刺激她 好说歹说才堪堪拉住她的手 却没想到这只是小泉的圈套 这段时间 她早就意识到剑太已经不爱她了 说着就将两人的手牢牢扣在一起 使劲往后一仰 原来小泉早就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 只因为剑太的随口几句安慰 她就将剑太当成了救命稻草 如今活着的唯一希望破灭 那不如一起死好了 小泉抱着必死的决心跳楼 却没想到剑太只受了轻伤 就连她也没能死成 可因为坠楼事件 她彻底惹怒了剑太身后的深山家族 小泉爸爸霸凌下属的丑闻接连被披露 一元当然是当不成了 她也不再是什么附加千金 恶毒女人费尽心机嫁进了豪门 可结婚九年都没能生下孩子 财阀公公让她滚出家门 还说像你这样出身低贱的人 只会弄脏我们家的空气 大嫂死都不想回去过穷日子 头脑一热就撒谎 挑剔的公公立马态度大变 夸奖她干得好 然而一个谎言就要用一百个谎言来圆 大嫂如今进退两难 她老公一个月前就离家出走 至今要无音讯 这种情况怎么怀孕 她突然冒出个疯狂的想法 第二天一早 她就挑剔的为孩子选起爸爸来 可被选者竟是斜歪瓜裂草 她觉得哪个都没有老公的半分神韵 选人大业进行的不顺利 老公又打来电话 莫名其妙的非要跟她离婚 来到约定地点 通况无人的高塔上放置一份离婚协议 我闹得老公连离婚都不敢当面和她说 她命令老公别闹了 离开我你什么都做不成 老公却说 这个家根本没人瞧得起我 无论是你还是父亲和二弟 几个月后 我会让你们都后悔 可对大嫂来说 深山加大儿媳的身份比她的命都重要 最后她将离婚协议藏了起来 打算将选人大业继续下去 大嫂每天假怀孕都是煎熬 真怀孕的弟妹佐都也同样不好过 孩子的性别查出来 是个女孩 公公向来重男轻女 当即就摆起了脸色 怎么是个女孩 在这个家 只有男孩的出生才有价值 女孩除了联姻还有什么用 深山加的女人们全都沉默地低下头 整个上层社会都是这种风气 平民出身的佐都却不服 恕我冒犯 谁规定了生男孩就是继承人 生女孩就得去联姻 我不会让我的孩子做家族的牺牲品 老公健太也支持她 可深山加就是公公的一言堂 当天 专业的育婴团便被解雇 因为女孩不配拥有这些待遇 佐都都被气笑了 而此时 大嫂的肚子也要瞒不住了 家庭会议上 大嫂还在撒谎 老大这几个月身体都不太舒服 不过放心 肚子里的孩子很健康 公公却直接戳串她 老大已经有好几个月没回家了 你怀的到底是谁的孩子 原来公公在几天前就已经调查得一惊二处 大嫂惊慌站起 假肚子也在众目睽睽之下掉了出来 怀孕的谎言被当场戳穿 原来大嫂最终还是放弃了人工受孕 看来她被老大还是有些真感情 公公嘲讽她 你们底层人本来就是这么卑贱 今天就滚回你那五女妈的身边吧 绝望充斥了大嫂的头脑 她拿起刀就准备自裁 佐都不顾临产的运渡连忙阻拦 结果不幸动了开气情形危险 甚至等不及去医院佐都就开始了生产 好在佐都身体壮士 顺利生下一名健康的小姑娘 然而当所有人都沉浸在喜悦中时 公公则火速为小姑娘安排了一桩联姻 对象是还不满两岁的议员家小孙子 她交代佐都 你可要按照议员家的标准 将小姑娘培养为温柔的长袭模样 剑太打断她 我绝对不会让我的女儿去联姻 公公却说 这就是深山家女孩的责任 争吵中 剑太的头不幸撞伤 好巧不巧 她失业了 还独独忘记了跟佐都相关的记忆 什么 你说我结婚了 还有个女儿 剑太觉得妻子和女儿都很陌生 起初佐都还想帮剑太找回记忆 我就是在这里被你求婚的 因为太突然我当时还吓了一跳 我还穿着店里的围裙和拖鞋 一旁的剑太却无法感同身受 对她来说 这更像是在听别人的故事 夫妻俩还像往常一样一起生活 和生疏感一直狠狠在两人之间 公公见状却十分开心 从前那个听话的儿子又回来了 他早就想把不听话的佐都赶走 趁机说道 说佐都不肯给女儿断奶 也不肯吃生儿子的药 这样下去 总有一天会把深山家引向灭亡 剑太被成功洗脑 回到家 他亲手递上了药瓶 劝说佐都要遵守深山家的规矩 这是你身为继承人妻子的责任 吃什么药 我们不是说好了 要一起改变这个家的坏规矩吗 剑太却回答 可这是我作为继承人的义务 我不能让深山家在我手里绝似 佐都突然意识到 面前这个剑太 早已不是他认识的那个 简单爱哭爱他的剑太了 他向剑太道别 带着女儿离开了深山家 拱拱的目的达成 爱燕的家伙终于走了 能代替他的女人可多的是 你到底把女人当什么 一旁的剑太惊呆了 在他的记忆里 母亲在父亲面前可是大气都不敢喘 他不知道 这也是佐都给这个家带来的改变 婆婆彻底撂挑子不干了 没了婆婆指挥庸人们都没了主心骨 公公却丝毫不慌 放心你妈很快就会来服软 除了这儿她还能去哪儿 而婆婆此时正忙得不亦乐乎 在佐都的牛杂小店里 她发现服务别人之后 竟然能收到这么多的感谢和称赞 这让她更不想回家了 佐都离开后 剑太陷入了迷茫 她问母亲 为什么佐都走后 我的心就总是空落落的 就像是犯了人生中最大的错误 母亲鼓励她 不行动重要的人永远不会回来 第二天剑太走进佐都家的牛杂小店 想知道从前的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 佐都为她煮了一碗煮牛杂 这味道既熟悉又温暖 正是她渴望的家的味道 剑太恳求佐都再给她一次机会 对不起 我忘记了你 但我有种感觉你一定很重要 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从前那个剑太终于回来了 然而一家三口其乐融融时 深山家史上最大的危机出现了 老大联合对手公司给深山家设套 损失的金额高达数百亿 如果下周再填不上这个窟窿 延续百年的深山家就会彻底破产 而这笔钱早就被老大转移到了海外账户 剑太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做 老大回她 我做梦都想得到父亲的认可 你却能轻而易举得到父亲的夸奖 是你抢走了继承人的位置 剑太却说 我一直都把哥哥当成榜样 继承人的位置根本没有你重要 这番话让老大动容 他其实并不想当什么继承人 只是太渴望被父亲认可 老大迷途之反 可公司的危机却仍然无法解除 对手老板早就把那笔钱偷走了 如今深山家唯一的希望就是土大款的投资款 谈谈当天 左都严正以待 把土大款招待的没开眼笑 公公却故意隐瞒了公司的财务风险 剑太无法苟通这种做法 就在土大款签约的前一刻 剑太道出了真实状况 我们公司此时正蒙受着巨大损失 我们很需要您的帮助 可即便如此 也不想用这种欺骗的方式 左都也站出来支持剑太 最终土大款被他们的真诚感动 合同仍然可以签 但家主必须由剑太来当 这一次为了保全身山家 公公选择了牺牲他自己 他问母亲 我真的错了吗 父亲就是这么教我的 教我这样保护身山家 母亲深知他为家族做出了多少牺牲 安慰道 作为家主我知道你已经竭尽全力了 可就像左都说的一样 或许我们也到了该改变的时候 从这天起 剑太成为了新家主 公公则自我放逐 活起了流浪生活 和精致的婆婆产生了鲜明对比 婆婆不忍心地劝他 作为深山家的前家主 你还有很多正事要做 回去吧 一家人终于齐聚一堂 剑太也找回了全部记忆 那么故事就在这里结束吧 的剑太也找回了你 的剑太geon